Hello, 各位觀眾, 大家早上好, 歡迎你們又回到我這個頻道 今天, 我會帶大家去到位於黃埔廟頭村的南海神廟走走走 話說, 自從5號線開了之後, 來這裏就更加方便了 不過, 其實開了5號線, 我都未來過, 我是第一次來這裏 看看資料, 以前這裏原來要收10元一位遊客 不知道是否因為疫情期間, 或是其他原因 它是免費的, 但要做一個線上的預約流程 整個流程其實都是比較簡單的, 而且這裏停車也是挺方便的 如果在珠江新城開車過來, 以我手車慢慢開, 半個小時就甚麼都到 不過, 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應該坐地鐵過來, 會方便些 掃完剛才的QR Code之後, 我們換了飛大概10分鐘左右 好, 我們就來到這個南海神廟的入口 話說, 南海神廟又叫做菠蘿廟 它是在南江的廟頭村, 是古代皇帝祭治海神的一個地方 亦有人說, 它這裏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地 不知道是不是 話說, 它這裏的歷史, 原來都是有很幼長的歷史 足足1400年的歷史 是徐朝開獲年間, 已經有南海神廟 一千四百多年, 唐代都好像未開始 我們進來之後, 見到最出名的海北陽波 這四個字 它叫做海北陽波石牌坊 我們現在先不走這裏住 我們先看看清朝的碼頭 就在牌坊的對面 就是這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讀錯 這集影片, 我為了找這個字典讀 花了很多時間, 應該叫做 符衰古暴 不知道對不對 如果有讀錯的觀眾, 在後台留言告訴我 而且在網上, 大多數都是普通話的讀音 我們由普通話直接翻譯過來 第一個字典, 第一個字我沒有讀錯 第二個字, 很多都是讀胡蘇的蘇 究竟是符蘇還是符衰呢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看看這裏碼頭, 還有一個遊船碼頭 據說這裏是會有珠江日游的遊船 那我就不知道是不是 我們看看廣場非常之大 看完現代碼頭, 我們看看清朝的碼頭 這裡還有寫著廟記 字太多了, 我不慢慢讀 讀完的話都天黑了 這個清代碼頭為止 我們在這邊看看 沒錯, 它是圍起身的 雖然我們看到的水, 其實就不太清 但原來裏面都有魚的, 大家看看 這裡有魚, 龜, 龜上面有條蛇 很多字廟都是這樣的 應該說南方, 很多字廟都是這樣 龜, 龜上面有條蛇 這裡還養了魚 跟早幾天之前我們去過的祖廟也是差不多 不過那裏就是養得龜比較多 我們再換個角度去看看 我們見到很多石頭那裏 以前是祭神的 那裏就是湯豬, 湯雞 來看看祭神 祭完神做什麼, 當然是出海補平安 我們看看這裏有個草地 草地中間有幾級麻石磚的地 在廣州很多老城區都見到這些麻石的地 想不到來到這裏都見到 對面還有一個很現代化的發電廠 海上絲綢之路 通常我們會 因為廣東始終熱天 四到六月是下雨 八到九月是天氣熱 又多是風雨 如果大家可以選到十到十二月來 這裏旅遊就最好不過了 因為我們來到這裏見到 其實樹木都不是很多 好在我來到的當日 都不算太曬 在原碼頭為止之後 我們就進來大殿 大殿兩邊有兩隻石獅子 看看看看 但凡這些有玻璃或者塑膠圍住 我們都可以認為它是堅物 大家看看 它們就有圍住 在大殿門口兩邊 就有兩位門神 這個就是千里雅 都幾威嚴的 它是專門來守住大門的 千里雅的對面 另外這位就是順風儀 它也是來守住大門的 那麽我們就 再看一下牌匾 南海神廟 穿過大門之後 我們看到左邊就是往牧日亭的方向 右邊呢 就有個悲亭 韓愚的悲亭 我們看到有個玻璃圍住的 它是唐朝 就是立於這裏 大家看看 韓愚 很久之前的事 看這裏 我都還認得出幾個 哈哈 同樣呢 它也是有 用一些玻璃圍住的 這裏 我們就繼續往大殿裏面走 入到二峻 這裏 就相對沒有什麼看 這裏都是說一下 怎樣保衛國家的人 我們就不說了 但是這裏比較特別的 就有兩塊石 兩塊石鼓 就放在門口 這裏 我們看一下 上邊有些什麼 有趣的東西 就是這兩個石鼓 在石鼓的下面 就雕了 鳥 梅花 綠 蜜蜂 和猴子 這四種動物 不知道大家看不出來 我就看不出來 資料就說 黑了這四種動物 有意義 就是 雀 綠蜂 喉 這樣解 祈福那些人 希望來到 拜南海神的人 都是先觀發財 在他正常方 亦都有聖德 咸 尖 這四個字 來到這裏 有很多秘密 這裏足足有四十五塊秘密 我們選幾個 比較代表性的 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應該是 清朝的 這個就是宋朝的 說當時如何 收復南海神廟 有很多字都看不到 是吧 再來這個就是明朝萬曆年間的 這個就看得明的字 就稍為多些了 再來這個就是元朝的 原來元朝都要祭天的 最後這個是宋朝的 宋朝的字就小一點了 類似這樣的悲聞 在這裏有四十五塊之多 我就不會 逐一跟大家說 入到黎 差不多到正殿 我們就見到有兩塊很大的悲聞 這個就厲害了 康熙如北 萬里波程 大家眾所周知 都知道康熙是哪一位 中國古代一個清朝最出名的皇帝 我想說最出名是他 也不出奇 在右邊就有 洪武帝的 悲聞 這個悲聞 這個悲聞 還有一個亭 裝著的 我們還看到烏龜 石龜 托著那個悲 可能大家看不清楚 烏龜的石悲 烏龜 足足有我心口 那麼大 大家看看 還有人扔了錢進去 石龜 我們就準備進去正殿 進正殿之前 我們就會經過一個叫 禮庭的地方 這裡就是禮庭 禮庭我們會見到有個 有個童古的 應該就是皇帝祭天 或者皇帝的代表 來祭天的時候 經過 拜神的一個地方 這裡有個神庵 左右兩兩個香爐 看看上面這些 建築的結構 我們不是曾經在 佛山祖廟見過的嗎 這裡有個東漢的銅古 是在高洲出土的 我們來看看一個銅古 就是這個 你不說 其實我也不覺得它是一個古 不過我想它應該是真的 好了 走完禮庭 我們就進去大殿 大殿就是 是供奉著神靈的地方 威靈顯幼 我想我應該沒有讀錯字 就是這裡 不知道大家小時候 老人家有沒有教 進這些大殿 千萬不要 踩下去這個地方 一定要南果 來到這裡就是南海之神 皇帝祭天 祈求出海 安寧都是來祭祂的 南海神明足獄 是南方居民的始祖 就是這一位 相比之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和佛山祖廟比起身 大殿裏面的文物 就好像稍微少些 但是外邊的碑 就多些歷史沉澱 在大殿裏面 除了南海神 還有兩邊的很多位 他的左右手 看看這個是 他的兒子 旁邊這個還要更厲害 這個印度人 大家看看 專程來坐船來廣州 你看他的皮膚特別黑 再來這個就是 南海神的長子 看上去像一個讀書人 再來這位就是 綠喉 這個很威嚴 這個叫信應喉 他說他是廣州省人 是上帝派來守護 保衛這個南海神的 拿著那個武器多厲害 這叫制應喉 好,那我們看完之後 看到後電還有一些各國貨幣的展示 這個是新加坡紙 2元 這個泰銖 20元泰銖 這個我就不認得了 上面寫著這麼多彎彎的文字 這個港幣就不用問了 這個台幣呢 好,我們走完正殿 我們去正殿的後面 看看 這裡還有一個 南海神廟 原來是這個 龍穴的位置 這裏有條龍 好,我們去後殿 看看 後殿又究竟供奉著哪位呢 原來是供奉著南海神夫人 的宮殿來的 她就叫做明順夫人 這裏就叫超寧宮 紅聖王夫人 我們在這裏進去看看 超寧宮 紅聖王夫人索象 就是這裏 左右還有兩個丫鬟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有兩個丫鬟服侍著她嗎 上邊的雕花都很細緻 隔離這裏還有一張床 還有一張床 龍床 原來這裏是專門 保子侄有 可以能夠兒女平安的 聽說在這裏摸一下就可以生兒子 這裏還有很多宣傳的資料 這裏說做嫁女餅的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吃過嫁女餅呢 這裏再說做龍舟 那些龍的頭和龍尾 其實現在廣東很多地方 都還有很多村裏是會參龍舟的 每年到端午節的時候 這裏再說菠蘿雞 還有黑巧節 其實在拍攝的時候 剛剛過了黑巧節無奈 應該早10日8日來 都可以見到很多熱鬧的場面 可惜來得不是時候 再來這裏又說菠蘿旦 過完正月之後就是菠蘿旦 如果過了菠蘿旦 我們就會認為過年都差不多結束 過了菠蘿旦的時候多熱鬧 南海神廟這裏 你看菠蘿旦多熱鬧 如果沒有疫情的話 我相信絕對值得一例 後電我們都走完 在後電的旁邊 亦都有一個關帝廟 就是這裏 就是這裏 我們都進去看看 不過相比之下 這裏好像 就肯定是沒有正電和厚電那麽大 裏面又供奉著關二爺 這位就是關二爺 多威嚴 坐在這裏 好了 走完主電之後 我們再看看這個叫民族文化園 看看擺著什麼先 這裏有很多 這些應該叫什麼 這些 磚雕藝術 我們南方很喜歡有些磚 用來雕刻的 這個還有一個蠔殼牆 我們南方蠔比較多 很多人隔壁做牆 你看 這裏是真實的 旁邊還有一個叫青雲行 他說很多西關大屋都有這個青雲行 為什麼我不太覺得呢 我都和大家去過很多西關的地方 再來這裏就有個豬雀台 上邊 上邊有幾隻雞 不過古時候 人們都覺得雞是一個很威猛的動物 很有生命的氣息 再來這裏是香山公會的牌匾 寫著 這個原來是清朝麻石 雙貴書院 這個又是清朝的 地下還有很多這些歷史都比較悠久的石雕啊 這個清朝的 還有兩缸 兩缸魚 不過看不見有魚的 哈哈 我十年八年前 和太太去泰國旅行 都見到很多這些 這樣一缸缸的水 以前 那些人在大屋裏面有這些水缸 是用來做防火的用途 我突然火燭 怎麼辦呢 這麽遠 怎能找到水呢 好那我們繼續走 我們會走到今天最後一個景點 就叫做玉日亭 話說自古以來 旅遊 在這裏旅遊的人 來看海 看日出最好的地方 那麽 福 須 虛 虛 世 有 即是說這裏 但因為 過了幾百幾千年 了 整千年了 那麽海岸線 越來越少 越來越長 所以這裏是看不到海的 那較即是 可能來這裏 都是 浴日的話 即是 講明以前 這裏其實是海岸線 我們可以理解為,在岸線上一路可以看到海,一路可以看到日出,或者在海上看日出 我們上來看見一個石碑,隔壁還有一幅畫 講當時的人如何在這個亭中看日出 就是這個,還有一個玉日亭 原來它是由宋朝已經在這裏 裡面還有一個石碑寫著很多字 各位觀眾,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內容 如果大家覺得我拍得不錯,請你給我一個讚 如果你還有未訂閱我這個頻道,請點屏幕右下角來訂閱 多謝大家看到這裏,各位觀眾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